好 看給你兩個直線方式 評估已經告訴你 它是不是兩個平行線 評估是不是告訴你 它是兩條平行線 對吧 而且你可以判斷 它不是21-1 21-1 所以它們的方向現在是一樣的 那如果之前他們會告訴你說它是平行線的話 你要判斷 如果它們是在同一條直線上面的話 那表示這兩個直線有沒有距離 沒有 就是重合了 它現在剛好是平行線 所以我們就想像成 先來思考一下 如果它是兩條平行線的話 一個是L-1 一個是L-2 那我要找它的距離 距離應該是指這一段吧 所以我們試考一下 我可以整個哪一線 一般我從L-1上面的點 從L-1的方向是我可以看到L-1上面有一個點坐標 從L-2我也可以看到一個點坐標 那各位想一下 L-1上面的點坐標應該是多少 這個點坐標應該是1-1 8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找到兩個點 假設這裡有一個 假設我這個點叫P點 這個P點是0 1 2 那另外一個點呢 它會不會剛好是這樣垂直的 不一定 如果剛好是垂直的話 那P-Q的相量跟L-1 所以它坐的方向一定會怎樣 垂直 就那裡Q的點 那我先假設它不是 假設這個是Q點好了 來 Q點 Q點在這裡 Q點坐標的話 是1-1 還有多少 還有8 那現在來試考一下它就是說 這個是我的長度 我有兩個邊線的距離 那這裡有一個P-Q的相量 我如果要找這段距離的話 我可以去思考一下它 我們應該要整個方式來找一下 好 一個最清楚的講法 這樣來找 假設 因為L-1 還有兩個點嘛 我先從這個地方 假設這是P點 那這個地方我可以找到一個點 因為它在Ru2上面 所以我假設那一個點坐標叫做R-坐標好了 那我可以用參數式來線 所以R-坐標我把它寫出來 X的坐標可以寫成1加2T 這個P我們先不要寫 我的Y坐標可以寫成-1加P 我的G坐標可以寫成8-5T 這個是R點的坐標 好 那我把PR的相量寫出來 PR的相量寫出來R點-P點 所以1加2T-0 還是1加2T Y坐標的話 負1加T-1 所以負2加T Z坐標是8-P在-2 所以是6-T 這是PR的相量 那我們這兩個直線方式的方向向量 它會點多少 2-1-1 從這裡面 你覺得老師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為什麼要把PR線量找出來 為什麼要把方向向量找出來 我要做什麼事情 現在看 我的PR向量 為什麼要做內積 為什麼要做內積 因為PR這個向量 如果跟Ly坐的這個方向向量 垂直的話 那R點就是我可以找到我要的點 所以我可以利用PR向量 內積方向向量 這個方向量我們給它一個條線 給它一個方向 我們叫L 它是2-1-1 所以內積L向量 它應該會等於0 所以實際內積R兩個內積 坐標相乘2加4T 1在-2加T 所以是-2加T 1坐標的話是-1乘以6-T 所以是-6加T 會等於0 所以這裡我得到6T 乘以-2增2加T 所以等於6 因此你得到T等於1 所以你可以找出你的R的坐標 R的坐標量多少呢 1加2-3-1加1-0-8-1-7 所以我的距離 然後外來的-2點的距離 11算就等於PR向量的怎樣 產度 而PR的向量多少 所以我得到T4-1加2 坐標是-3 外來坐標-1-1 坐標是-5 所以5大分的話 9加1加25 跟號幾 跟號35 應該找到它的長度來 所以這邊其實我要找來南邊線的話 我就把P點找出來 然後在R2上面夾這一個點坐標 把PR的向量寫出來 跟號方向量內積等於1 因為它是垂直的 那這時候我就可以把R點找出來 當然題目沒有讓我們找R點啦 不過這個地方我會把它寫就是說 機子頭這個過程裡面 你可以把那兩個投影的點找出來 然後再把PR的長度呢 PR的長度找出來 其實它就是兩個平衡線的距離 這是我們在主題的時候的一個做法 那這邊你可以先把它寫一下